收拾的饭局其实有一个背景 就是大家日常的生活是非常繁忙的 所以饭局才成为放松 并且调整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你像我们刚才谈过年 我们谈农闲 其实假如我们没有农闲 我们不会积累我们今天现存生活方式的文明 我在农村待过很久 而且过年我当时没有钱能够回来 我在农村跟当地我的房东一起过年 那我发现只有在农闲时候 他们有人会去吹唆呐 有人会去唱摄戏 有人会去剪窗花 所有我们认为我们文明生活的一些组成部分 都是在农闲时候被浓缩的 没有农 剩余 对 这是另外一种剩余 剩余 对 也是这种剩余 对 而且只有在农闲时候 他才会想方设法 把有限的食材做得最美味 而且在农村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粮食可以酿酒 你们都想象不到 他们用什么东西酿酒 剧墨碎 剧墨 就木匠 可以酿酒吗 可以 那玩烂了也能醉啊 对 就是那么艰苦的生活 依然没有放弃 对让自己多巴胺可以分泌 陈老师 没有犒赏自己 陈老师 这一辈子才 多巴胺主义者 对 内非泰是吧 对 对 一个是奖励机制 一个是 麻醉机制 对 多安是奖励机制 那个内非泰是补偿机制 你比如说你锻炼 是受苦了 但是呢 会给你一个补偿 我过去听说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比如上赌饮的人 就是那个赌博那个 他老是想要 他老就是就感到饥渴 那预期得到这个满足 说这个叫多巴胺 但是说相比之下 这个内非泰呢 他是就安慰和幸福 就比如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一个是快乐 一个是幸福 你比如说热恋 就是那个狂 就是有些人那个热恋期的 就那俩星期的时候 是多巴胺吧 恨不能彼此都吃了 吃对方 那就是多巴胺 但是你要是两个人 就进入了一个 较为长期一点的 平静的 幸福的那种相依相伴 有伊萨之前 你叫快乐 有伊萨之后 你叫幸福 有伊萨之后 那叫催产素 真的 是吧 是吧 趁老 催产素 血清素 这也是让人幸福的 垂体后叶的加压素 还加压呢 对 我前两天看本书 就是基本上讲 我们当然很愿意 这个五迷三道 相信甚至是灵魂啊 像什么的 但是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神经科学家 包括多学科的科学家 从我们已有的科学成果来说 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那就是你这个 组成你的这些 这个机器 它的功能 对 它的功能 就是说 越来越接近 可以解释 你为什么快乐 甚至于有一个地方 脑区的刺激 是可以产生那个神圣图像 就是 见到神圣的神啊 什么的 触及一个地方 电极 大概也是在这个地方 触及它 它就看到了 都有这样的一个实验 就是现在唯一 就难以解释的 就是 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说 你是如何有这个自我 自我意识的 大脑当中 我们讲的神经元 不是解剖单元 因为神经的表面 有神经翘 就像刀翘 剑翘一样 对对对 这个翘 才能够感受到 我们讲的 多巴 以西兰碱 五强之胺 或者内飞碳 它作为神经地质 使这个 神经电信号 传递的功能 这种能够整流电信号 并且把电信号 分流出去的功能 叫神经元 有数个神经细胞 那么你这个 神经地质分泌的多少 所产生的传递的速率 跟传递的密度 都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 探讨这方面的 一个 结论的话 几乎就是 我们在探讨 宇宙的构成一边界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那太深了 当然 我们可以在 这个之外 我们比方说 因为美味 因为好酒 因为老有 我们有了 能够让 这些神经地质 都分泌 分泌的多一点的可能性 这个可以 以后 你要请我吃什么东西 神经地质要分泌了 没错 没错 我今天分泌的不错 那小青 你这个现在的 小青老师 何止让你的神经地质分泌 小青老师 可以让你的内分泌都分泌 说他内分泌 一块综合 对 他当然 他也有让你吐了的能力 小青 那你说 这个 人 是一种 从食物中 从吃 吃的这个行为当中 得到感情满足的 甚至是家庭式的满足的 这么一种 动物 你觉得 为什么 人会这样的 吃就吃呗 谋生呗 但是为什么这个里面 有感情呢 我来讲 好吧 好 其实他讲的这个 感情的问题 起源于口语气 安全感 比如说我问你 你还想得起 你刚出生的时候 喝奶的奶的味道 什么味道 你肯定不知道 像不像来 但你绝对是需要有 腐的 腐乳的 肯定要吃妈妈奶嘛 对 这个腐乳来源 是不是你的饥饿感 你没有饥饿感 你没那感觉 来自于你的安全感 你被人呵护了 这个叫口语气 那过后呢 就会来到 刚语气 所谓刚语气 就是自我管理能力 就不给你在用尿物了 你可以管理你的排泄了 一个是 摄取 一个是排泄 但我们吃的时候 这个不是 感情 是情感 情感跟感情不一样 感情指的是 我跟你距离的远近 关系的疏密 对 这个是感情 吃可以造成感情的一定的变化 当然也可以用吃来警告你 让你感情疏远 但是情感 其实在吃的时候 你是获取了安全感 获取了认可感 获取了你自我管理自己生命的能力 跟吃奶有关系 跟吃奶有关 跟口语气的强烈程度有关 陈利老师 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叫在口语气没有受到过 细心以待的人 大了以后都会报复 他们往往就会成为美食家 不成为美食家的 也是烟影成性 真的 我有的时候 就是哪怕是一个人吃盘饺子 这个饺子如果特别香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热气腾腾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孤独了 不孤独就觉得 哎呀 还也不知道 好像谁陪着我一样 尤其是 还看着那个 你知道我原来有一种模式 非常奇怪的一种模式 就是啊 这个 就是这个每天晚上七点钟的 这个新闻联播 当当当 那叫什么音乐 当当当当 我就得 拿一盘热饺子 然后还得吃着蒜 看着这个新闻联播 哎呦 我就觉得好温暖 太像了 不孤独 然后哎呀 觉得世界这么好啊 就是惯性 就非得是这个时候 哎呀 吃得温点 安全感巨足 哎 安全感 你觉得 哇 一切都很好 是是 我一个同事也是这样 叫十四哥 是吧 他每天就是 再大的事 七点钟就准时看新闻联播 就是 然后 他是觉得这时候特别满足 然后如果说那天 就是有一天 我是真是遇到了说 本次新闻联播 大概需要五十分钟 这得弄口酒 哈哈哈哈 对对对 跟我一样 特别开心 我这种感觉是 就是我会依稀想起小时候 往家奔 就是那个中午放学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中午也回家吃饭嘛 小学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听到那个评书 嗯 就是评书 刘兰芳 评书伴着 但是这个评书对在我是有味道的 是有吃饭的那个味道的 是是是是是 那个混合成了一种很安全的 悠长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说下饭嘛 今天的孩子 他可能是看个视频 我们那个时候 你比如说吃某种东西 必须听着这个刘兰芳的 什么杨家将 是吧 对对对 哎这个饭吃的 就对头 要不就缺一道 他那个感官融合在一起了 就那种通感 通感 真的是 所以我们才讲 人与食物的关系 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对 对对 才能够拉回来 你吃的时候 有安全感 有对生命的自主感 嗯 你这个时候 你会有独立意识 你也会有自由意志 这个就很重要 小丹美 我从这个角度 讲到 对 我是为了我的自由 小青有什么 不同意陈老的见解 就是说 吃 为什么 我觉得感情 很多人之所以成为人 就像刚才我妹说 那个 他到午饭了 他就会有 评书的味道 对 他是 是 外力富裕 对 刘兰芳的评书有蒜味 你想很多 现在放养在山间的那些 所谓跑地猪 嗯 怎么被召唤回来吃食了 敲盆子吧 嗯 那跟平初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这对刘兰芳老师有点失敬啊 往往我们 生活过的痕迹 尤其是在 呃 吃 这个方面 跟你留下的印记 呃 可能会影响你将来的某一个东西 我 我 去年的时候 呃 大师傅教会我做那个 罗伯斯串丸子 嗯 哎 我就 这个回家 做了一次 哎呀 我父亲也特别喜欢 但是大概是在去年的 呃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 那大概就在冬天的时候 他就是突发 新梗 然后送去住院 因为 疫情也比较重 也抗用不了 天天就 心急 后来就等 特别漫长的等候 然后终于出院了 然后我就 有人 我妹去接她 然后我在家里做饭 就还是做了 呃 罗伯斯串丸子 嗯 他到家里 就是大家都做好了 他也能吃饭了 就给他盛了一碗 大家都说 哎呀 这个 必有后福 必有后福 都都是说的特别热闹的时候 他喝了一口 他说了一句 哎呀 看着我说 我差点吃喝不到这口 我说 一个大家庭 突然的就 特别安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 嗯 这 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食物的意义 这真是 说的太好了 这个说到咱们 咱们这个过年的这个时候啊 嗯 有机会能够在一起 甚至还能喝口汤 嗯 俩字 珍惜吧 对吧 珍惜吧